大家都是有生命的 老师,稻田就是可以种出米的地方,对不对? 对啊,你说的没有错 说到了米,就想到了饭团 我今天要摘很多饭团回家 我们今天并不是要去摘饭团 而是要去种会变成米的稻子哦 什么?老师,稻田是在什么地方呢? 你们看,就在那里 是稻田耶 这就是稻子的羊苗,是农夫帮我们准备的 好,来努力查羊苗咯 那圆圆,我们赶快开始咯 这么少,我们两个做就行了 嗯,先等一下,你们两个知道要怎么插秧吗? 哦,我在花圃里种过花的幼苗,应该是一样的吧 这就是很简单 插秧苗跟种花苗完全不同 接下来,老师为大家说明一下 哦 这些都是老师跟农夫学来的 你们要专心听 拿羊苗的时候,不能一次拿太多 要像这样,用手指的指尖轻轻地拿 羊苗的根部必须插入土内,才能固定羊苗 如果像这样,种太深的话,羊苗就只能从水面冒出来一点点 反过来,如果太浅的话,羊苗就会马上倒下去哦 感觉好像很难耶 嗯,难不难,总要试试看才知道哦 多比说得对,那马上来试试看吧 我是第一名 是我仙道 要中到手指 插进去的地方嘛 我的速度比较快哦 你看看,自己插的羊苗 怎么会这样,为什么呢 不可以,只是把羊苗插进去 要像这样,插进土里后,轻轻地拨土到根部,防止羊苗倒下 对啊对啊,要是像多比这样,随便乱种的话,羊苗很可怜耶 太麻烦了,我决定不种了啦 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 哦,老师,整排羊苗没有对齐,这样子可以吗 有一个好方法,可以避免哦 好,沿着直线的绳子,倒退着,往后种 这么一来,羊苗就会排列得很整齐了 那横线的呢 沿着这条绳子种 羊苗横向也会排列整齐 然后,在这个重叠的地方插羊苗后,羊苗跟羊苗间就会保持相同的间隔了 种完一排横向羊苗后,再把绳子往后拉 老师好厉害哦 这些都是农夫教老师的啦 那我们再从头开始插羊苗咯 好 你看你看 有小鱼耶,还有泥秋 待在这里比插羊苗要好玩多了 插羊苗好辛苦哦 我也好累哦 我们才刚刚开始呢 啊,我动不了了 遇到这种事,不要这么慌张 多比跟圆圆他们在玩耶 怎么会抓不到呢 圆圆,我们合作一起抓 圆圆,快拿水桶过来 我们又没有带水桶来 那该怎么办才好呢 做一个池子就行了 双的也是 好了 成功了 我们再抓更多鱼来放进池子里吧 不要抓了 小鱼会很可怜的 你们不插羊苗,是在做什么呢 我又抓到了 我也抓到了 看起来好像很好玩耶 呃 呃 喵喵,你要做什么 如果是我来抓,一定会比你们多 呃 我也会抓到鱼 我也要抓 在这里做一个很大的池子 帮抓到的鱼 我可以说该多比它们哦 嗯 圆圆,把池子做大一点哦 哦 逃走了 哦 都抓不到 喵喵,你很会抓耶 你真是捕鱼高手啊 你们两个,站在池子的旁边 OK 用接力的方式 就可以更快地抓到更多的鱼了 来,桃勒比 来,抢虎 嗯 太好了,太好了 我们赢了 赢了,赢了 你们才没有赢呢 呃,应该是我们两个赢哦 啊,你们来得正好 我们就请老师跟琪琪来决定吧 看看到底是谁抓到的鱼比较多 这是个好方法 嗯,小鱼们怪怪的耶 啊 会不会是因为肚子饿了呢 不是的,是因为吸不到空气才会这样的 好可怜哦 鱼都在水里面,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们仔细地看一看,水池里面 嗯,里面的水已经脏掉了 我懂了,因为水脏,小鱼才痛苦的 哦,再这样下去,小鱼会死掉的 该怎么办呢 嗯,好吧 啊,你放了他们 好不容易抓到的鱼不救 你们看,小鱼看起来很开心 哦,真的耶 一开始就不应该在这种地方做池子的 怎么办呢,多比 嗯,我觉得最好放他们走哦 多比跟圆圆如果是小鱼,一定不希望是这个样子吧 哦,我才会要活在鱼子里 我也是 嗯,太好了,我突然觉得好感动呢 小朋友们,我们的样苗还没有插好哦 是 对不起,我们不该通懒的 哎呀,好痛哦,别踩我 对不起 谢谢你 哎呀,刚才的声音是老师 圆圆踩到的鸭苗,还有刚才的小鱼跟尼秋 全部都是有生命的哦 嗯 对啊,是有生命的 没错,虽然痛苦的时候说不出话来 但是都跟我们一样,是有生命的 所以,我们必须尽量的保护他们才行 嗯 你们也是有生命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